疫情期间,我和一些同学留在下园。 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也非常担心。 当我们还在弥漫的时候,我们收到了学堂、水中冲碳的物资。 学校也开始了远真教学,我导师也在线上辅导我的论文。 后来,我与老师们一起伴助其他同学们寄送行李。 一切都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滞,除了我的发型,因为我的头发继续生长。 所以,大家携手抗议,这是一个大学的缩影,也是中国的缩影。 我看到了整个国家为了一个目标,快速建立了最有效的机制。 中国的成功经验,也在第一世界,分享到世界各国,与全球联合抗议。 这让我心生敬意。 我对我的墨西哥朋友们说,你们永远不知道中国的力量。 这是一个令人中心的国家和民族。